行接教材到第八頁的地方 老師我這堂課要來先跟各位同學談平行線的性質 那平行線的性質有兩個 從位角相等跟內錯角相等 在我講這兩個之前 請你在旁邊空白的地方寫上一個key 這一個key我要先來講平行線 來跟著寫平行線 他們的同側內角 有沒有人告訴我平行線的同側內角會怎麼樣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平行線的同側內角會互補嗎 來寫上去齁 平行線的同側內角會互補 你一定會想說老師你這樣講 我有點不太知道你在公才講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畫圖給你看 平行線你知道長什麼樣子嗎 就長這樣啊 平行線嘛對不對 在愛情小說裡面常講 就我跟你就像平行線一樣 永遠不會有教會的問題對不對 平行線嘛 然後這個平行線呢 背一條直線這樣結過去 結過去之後結出兩個角度 這一個角度叫做α 這一個角度叫做β 這樣可以嗎 這個角度叫α 這個角度叫β 這兩個角度稱為叫什麼角 稱為叫同側內角 把它畫起來 這樣好不好 他們稱為叫同側內角 這兩個角度會互補 同學你知道互補是什麼意思嗎 再把這兩個角度加起來會是幾度 對 180度很好 這個α這個角度加上β這個角度 他們是幾度呢 他們是180度 這一件事情喔 他是從一個很有名的數學家 叫做歐基里德 有聽過嗎 歐基里德 的第五公色 推論出來 這個歐基里德的第五公色 等一下我會來跟同學解釋一下 公色是什麼東西 這個公色又稱為叫做公理 來我寫在旁邊 公色又稱為叫公理 其實小時候你就有學過公理這個概念 只是老師可能沒有把它講清楚 歐基里德的第五公色 他的第五公色呢 稱為叫做平行公色 來我先等你 我慢慢教 我們就是教學以同學聽得懂為主啦 如果同學聽不懂 然後我一直教自己教得很爽 那我覺得這沒什麼意義吧 對不對 就是說我教我的 你也不知道我在講三小這樣子 像大家在演一場戲這樣 我覺得這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我們就看能不能把這個東西學好這樣 來你先寫一下齁 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同學你有聽過公理這兩個字嗎 我先問你有沒有聽過公理這兩個字 不太確定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幫你恢復一下記憶 國中有沒有學過等量公理 你先告訴我聽過等量公理的這四個字 有還是沒有 有沒有聽過這四個字 好像有對不對 好像有 公理是什麼東西 公理喔 這個東西喔 我簡單寫一下齁 公理這個東西喔 它是一切的奇異 這個很妙 一切的奇異 我的筆記會顯得很清楚 然後同學你就跟著我寫 好 用來推導 其他命題 的奇異 為什麼我們這堂課會從這個東西喔 開始談 你會覺得說好奇怪喔 老師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喔 我現在講一個概念喔 如果你要證明C這一件事情 你要證明它 你一定會用到一些東西對吧 一些你可能已經知道的知識 假設你先用V來證明C 對不對 你要證明三角形的內角是180度 你會用到某一些知識去證明它 然後你就會想說 那V這一件事情 是不是也可以被證明 很多時候是這樣 V也可以被證明 它也可以被某些東西 某些概念去把它證明出來 假設這些東西叫做A 然後我們的類種可以想說 那C可以用V來證 B可以用A來證 那A應該也可以用某些東西來證明它 對不對 對啊 沒有錯啦 它應該也可以被某些東西來證明 然後你就會想 那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往前推 那到底它一開始的起源是誰 總不可能一直無限的往前推吧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可以用這個證 這個又可以用這個證 那最原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你 最原始的東西叫做公理 或者稱為叫做公社 這個東西就是一切的起源 來把它畫起來 就是一切的起源 那你說老師 所以公理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被證明的囉 我告訴你 沒有錯 公理是沒有辦法被證明的 它是對的 但是它沒有辦法被證明 你說 最好有這種東西 它是對的 但是沒有辦法被證明 有啊 真的有這種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什麼例子呢 同學請問你喔 在我黑板上找兩個點 來這裡有個點叫A點 這裡有個點叫B點 請問你喔 我問你一件事情 在黑板上這兩個點不一樣對不對 請問你它可以畫出一條線對不對 相亦兩點是不是可以連成一條線 對還是不對 對啊 拿出你的尺 把這兩個點對不對 畫出一條線通過這兩個點 相亦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我問你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的 是對的啊 你接受嘛對不對 對啊我也接受 但是請問這件事情能不能被證明 不好意思 這件事情它不能被證明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東西它就是功力 這是一種功力 數學上有很多功力 物理上也是 我們科學的發展 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不能被證明的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東西是對的 就像這個東西一樣 兩點相亦兩點可以決定一條直線 他說對的喔 但是能不能被證明 不好意思它不能被證明 它可以用來證明別人 但是它自己本身是不能被證明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人家如果跟你講 什麼是功力 什麼叫公社 就是不能被證明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是正確的東西 這樣懂不懂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旁邊再補充一段文字喔 你把它寫上去好 像我們這種因果關係啊 來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現在你們再給你講的意思 因果關係 不能無限追溯 需要停止 需要停止 不須證明 好 或者稱為叫功力 都可以 好 我們給同學一直的時間 你把這段文字把它寫上去 其實我認為這個概念蠻重要的 這當然考試不會考 這考試怎麼考呢 但是我覺得我們學習不是為了考試嘛 對不對 如果你人生中你念這些書 然後你最終的目的只是為了考試 其實說真的 你的學習的那個欲望 會變得很脆弱 因為你是為了考試去念書的 這樣你會覺得讀書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我是為了考試 然後才去讀書 這帶有目的性的學習 我覺得這樣有一點痛苦 有一點痛苦 雖然說考試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想我們這個 還是盡量讓同學可以 帶有一點啟發這樣子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我告訴你 平行線的同車內角會互補 這件事情是從歐基里德的第五公社 所推論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像起點一樣 這件事情它是對的 然後從這個已知的事情 我們現在要來談 國中學過的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叫做同位角相等 什麼叫同位角相等呢 我這裡有畫一個圖 這個圖你可以不用畫 在我們的那個講義上 已經幫同學把這個圖 把它畫出來了 來這裡有兩條平行線 這一條斜的直線接過去 這一條斜的直線叫做M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上面有寫 這個叫角1 這個叫角2 這個叫角4 請問同學什麼叫同位角 同位角就是他們的位置 是在同樣的地方對不對 就是說相對的位置 來你看 這個角1跟這個角2 它是同位角 其實我不太了解 國中老師怎麼去解釋 這個兩個角度其實是一樣大 我不知道國中老師怎麼教 最爛的教法就是 他直接跟你講這兩個一樣大 看起來一樣大 然後叫你背起來 這是太爛了 爛透了對不對 還是他有什麼方法 讓你去接受這件事情 角1跟角2這兩個角是一樣大 這兩個角是平行線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喔 同學 你從剛才這一個 同側內角 復古的這一個起點喔 這是我們的起點 請問你 角1跟角4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是幾度 唉唷 講話啦 角1加角4是幾度 是180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180 這個就是我們的同側內角 復古的概念嘛 角1加角4是180 然後同學我再問你 角2加角4 是不是一個平角 一個平角是幾度 180 所以角2加角4 也是180度 所以你從這邊馬上就看出來喔 這兩個角加起來百倍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也是百倍 所以對吧 角4跟角4一樣 所以請問你 角1就應該等於什麼 角1就應該等於角2 唉唷 我證明出來嗎 我結束了 來他的證明就這樣 他的證明就是這樣 用邏輯去推論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是對的 這是對的 不是感覺是對的 他是真的是對的 可以用數學的語言 去把它寫出來 數學是一種語言 英文也是一種語言 國文也是一種語言 對不對 對吧 你要會語言 才能夠跟人家溝通嗎 那我黑板上寫的這個 叫數學的語言 就跟我們平常講中文一樣 講南語一樣 對不對 他講英文 英文可能是很好 這我知道 你知道的就是 他是一種語言 你就看懂他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內錯角也會相等 那什麼叫內錯角 來我這裡再畫一個圖 這個圖你也不用畫 講義我已經幫你畫了 有兩條平行線 然後這裡被一條線 M 結過去 然後這一個角叫做角1 角3 這個叫角4 這兩個角度也會一樣大喔 那請問你要怎麼去證明這兩個角度一樣大 很簡單啊 同學你現在看我這邊 角1加角4是幾度 180 角3加角4是幾度 180 所以角1是不是應該講個角3 寫上去吧 他的成本就這麼簡單 來我需要寫給你看嗎 我寫給你看喔 角1加上角4是180 對不對 然後角3加角4是180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你就發現 角1一定會等於什麼 角3 然後這邊順便跟同學再帶一個觀念喔 同學我這邊喔 來你看我這邊 這個角1 角3 角4 這個叫角2 來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角1跟角2這個叫什麼角 角1跟角2這個叫什麼角 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對不對 OK 然後角1跟角3 這個叫內錯角 內錯角也相等 所以同學你現在應該有發現一件事情喔 角1檔於角2 角1也檔於角3 所以角2會檔於什麼 角3 這個叫什麼角 國中有腳過喔 叫什麼角 大聲一點 我有點重點 這叫對頂角 有聽過嗎 對嗎 是不是對頂角 角2跟角3也會相等嗎 這沒有問題嘛 所以這些觀念在國中都有學過喔 沒有任何問題 這樣會不會OK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可以點回應阿 小姐 有阿沒問題喔 好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9頁 哈囉 翻到我們這一本講義的第9頁 這個第9頁 在我開始講它的內容之前 我希望你在旁邊找一個空白的位置 我先來幫你複習一下你國中所學過的所謂的士兵型的概念 你畫一個隨便長得很奇怪的士兵型 我這個隨便畫喔 士兵型 其實士兵型它本身的分類喔 有點複雜 但是我現在因為幫你複習喔 我把比較重要的把它分類出來就好 士兵型我原則上我個人阿 我個人覺得身為一個學生 你應該可以從這兩類去做分類 來跟著我一起寫喔 這個你就跟著我寫就好 士兵型喔 我個人覺得你至少就能夠把它分成兩類 第一類叫做兩組對邊分別平行 然後等一下我要來問同學 這代表的是什麼 兩組對邊分別平行